给我来一把电锯 我要切碎我的老公 维也纳街头的一家商店中 一名服务员被这个棕色卷发身材修长的女人的这一番话吓得是瑟瑟发抖 因为这个女人刚向她要了一把电锯 看着服务员这煞白的脸呢 女人微笑着说 开玩笑的 我买电锯呢是用来锯木头的 直到这个时候啊 服务员脸上才露出了一个僵硬的微笑 这可不是什么电影中的桥段 而是发生在维也纳的一起真实事件 这起集合了双重谋害 电锯分解 水泥封藏等多种手段于一身的大案 在当年引起了好莱坞大导演的兴趣 因为这个故事的主角卡瑟兰竟然把自己的种种手法 他写成了一本书工人阅读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故事啊要回到2011年6月的一天 这一天呢维也纳商业中心的一条步行街上 几名维修工正行色匆匆的朝一栋商业建筑的地下室赶去 这匆忙的身影看起来与这座自带浪漫的城市呢 有点格格不入 半个小时前呢 这几个维修工被告知 一栋商业建筑附近的这个水管爆裂了 急需维修 只是他们此时并不知道 这一趟再寻常无比的外派会揭开一个分解身体的大案 维修工们一进地下室 古老又阴暗的气氛就扑面而来 这是一个破旧的地下室 除了埋藏着商户们丢弃的杂物 还埋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过往 当维修工打开其中一家冰淇淋垫地下室的门 这一股腐臭中夹杂着霉味的难闻味道啊 就呛的几个维修工事 连忙眼鼻咳嗽不止 可工作呢 就是工作啊 忍不了也得干啊 维修工们缓过气来 仔细一看 这是一个好像荒废了很久的储藏间 地上堆满了杂物 靠墙的一侧呢 还扔着三个废弃的冰箱 他们猜测呀 这股难闻的气味 就是从冰箱中散发出来的 于是呢 一名维修工就先朝其中一个冰箱走了过去查看一下 可越走得近呢 他就觉得这味道更刺鼻 当他走到足以看清冰箱里放的是什么这个距离的时候 脸刷的一下就全白了 额头上的汗直的一下就冒了出来 其他的维修工啊 连忙赶过去 低头一看 傻眼了 只见呢 那个冰箱中露出了一只脚 上面呢 积满了灰尘 好像被水泥给包裹了 已经很久了 那几名维修工呢 一窝风呢 就跑出了地下室 打了报警电话 随后呢 警方就赶到了现场 第一时间就封锁了这片区域 随着这一块块被封锁在水泥中的东西 被警员们从地下室搬出来 这起案件的嫌疑人也开始浮出了水面 就是这个地下室的拥有者 一个叫卡萨兰的女子 在周边人的印象中 她是一个热情的冰淇淋店老板 每天呢忙得不可开交 可随着警方的调查 案件却越来越触目惊心 1978年卡萨兰出生在墨西哥的一个小镇 小镇的生活呢 总是安静又惬意 尤其是对一个孩子来说 卡萨兰的父亲是一名作家 深刻的知道知识的力量 因此呢 对童年的卡萨兰的要求极高 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 卡萨兰不仅精通了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 德语和英语的四门语言 还顺利的考上了当地的名校 巴塞罗那大学 不过呢 迫于父亲的压力 卡萨兰在大学呢选择了自己不太喜欢的经济学专业 四年的时光短暂又漫长 卡萨兰呢不像同学们一样啊 在追名逐利的这个道路上是奋不顾身 而是希望能够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过上那种相夫教子的生活 可有时候生活就是你越希望什么 那么他就会离你越远 毕业后啊 卡萨兰离开了西班牙 跑到德国的纽伦堡找了一个冰激凌店打工 打算呢过上这些无拘无束的生活 可是一个叫伍德的男子闯进了他的生活 伍德是一名冰箱推销员 不仅身材高大还有一种开了口就让人无法拒绝的能力 当卡萨兰第一次看到这个夸夸其谈的高个子的时候呢 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 因为伍德比他大了14岁 看上去呢像是一个熟透了的大男孩 绝对不是自己的菜 可让卡萨兰没想到的是啊 这个推销员他拥有着一股子韧劲 隔三差五的就到店里边和自己搭讪 而且呢一聊他就是半天 卡萨兰虽说长得漂亮吧 但是他在冰激凌店呢并不受老板和同事们的待见 经常遭到他们的恶语嘲讽 眼下呢这样一个男人对自己如此的重视啊 尤其是伍德向卡萨兰展开了爱情攻势之后 卡萨兰觉得他们之间的这个障碍似乎一下子就消失了 什么年龄啊什么出身啊 在爱情面前如此不知一提 几个星期后两个人就登记结了婚 可爱情呢是一回事 婚姻又是另一回事 婚后的伍德好像突然就变了一个人 对卡萨兰没有了甜言蜜语 没有了海事山盟 有的更多的是 走开 别烦我啊 就这种冷言冷语 不仅如此啊 伍德还一直贬低卡萨兰 说他不够漂亮啊 没有吸引力 卡萨兰呢太渴望爱情了 伍德呢说自己呢肯定是因为自己不够好 为了取悦自己的丈夫 卡萨兰呢穿着性感的衣服 做着露骨的打扮 只是希望自己能和这丈夫呢 生个小孩 满足自己对未来的向往啊 可每次都遭到了无情的拒绝 突然有一天卡萨兰发现了伍德的一个秘密 原来伍德呀一直以来痴迷于一种宗教啊 据说呢这是起源于印度的邪教 不仅让信徒禁欲 还处处得贬低女性 这下卡萨兰终于知道了为啥这伍德如此对待自己 这生活算是没了盼头了 卡萨兰于是决定要离开伍德 他想到这个奥地利维也纳呀 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可让他没想到呢 是伍德居然呢 愿意跟自己一起去维也纳 还说呢 愿意要重新开始 看到这言辞诚恳的丈夫呢 卡萨兰心软了 于是两人就搬到了维也纳 一起开了一家冰淇淋店 可呢有时候这男人的嘴啊 他就是骗人的鬼 卡萨兰搬到维也纳之后呢 没多久就感觉到自己被欺骗了 因为他发现 上一刻还跟自己甜言蜜语的伍德 下一刻就对自己是冷嘲热讽 而且呢比过去是更加严重了 卡萨兰记得呀 当初来维也纳的时候 伍德答应他两人要一起工作 收入呢一起来分配 可如今这个几乎冰淇淋店 所有的收入都到了伍德的口袋 不仅如此啊 伍德还沉迷上了这个电子游戏 每天在家呀就是打游戏 有的时候呢 还玩那种真假话的那种收藏 2007年在维也纳 过了大概两年后 卡萨兰再也受不了这种生活了 他向伍德提出了离婚 不过他没有想到伍德居然就答应了 可离婚后两人依旧住在同一个公寓 因为伍德说这冰淇淋店当初两个人一起投资的 他凭什么搬出去呢 于是两人继续过着这种啊 无名无实的夫妻生活 可是卡萨兰对伍德的厌恶那早已经到了极点了 他已经被伍德整整折磨了五年了 眼下呢好不容易离了婚 可是还不能够分开 每天要看着这个恶心的男人在自己的面前来晃悠啊 这卡萨兰啊就忍受不了了 终于在2008年4月27日这天 当卡萨兰回到公寓中看到这 拼拼拼正打着射击游戏的伍德时 他彻底的爆发了 滚出我的公寓 可是伍德玩的正兴起呢 连礼都懒得礼这卡萨兰 卡萨兰呢太愤怒了 他一下子就冲到了伍德的房间中 取出了伍德收藏的一把武器 对着他的脑袋拼拼拼拼 连发三担 伍德还来不及 暂停游戏呢 就已经倒在了地板上 看到下线的伍德呀 卡萨兰深深的输了口气 他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舒畅啊 因为他终于摆脱了这个毁了自己的混蛋 可这么一句成年人的身体 他怎么搬得动呢 他看了一下这家中的冰箱 瞬间就有了个想法 于是呢 卡萨兰跑到了附近的商店 买了一把电锯 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摆脱了伍德的控制后 卡萨兰沉郁的脸上又恢复了笑容 这一年卡萨兰三十岁 没生过孩子 他像是一个熟透了的水蜜桃等着让人来摘 这一点呢也当然被一个叫做新特伯格的冰激凌推销员看在了眼里 他很快就对卡萨兰展开了攻势 新特伯格是奥地利人比卡萨兰大二十岁 看起来自然比去世的那个伍德呀更加的成熟了 可对卡萨兰来说这不重要啊 女人似乎天生就需要男人的滋润 两人很快就陷入了热恋 而且呢新特伯格还给卡萨兰的冰激凌店注资 这更让卡萨兰觉得这个男人啊可以依靠 可是呢他又失望了 因为他再次惊讶的发现这新特伯格呢只不过是一个花心的老男孩 而且呢新特伯格这兄明确的表示啊 他不可能和卡萨兰一起生孩子 而事实上呢这新特伯格已经结过几次婚了 还和他的前妻们都有孩子 不仅如此卡萨兰还发现这新特伯格呀 还和其他的女人搞暧昧啊私婚 做着这些卡萨兰难以忍受的这些脏事 卡萨兰呢再次感觉到了背叛 他就想起了伍德 想起了那把电锯 就这样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 如果说第一次出手呢是一时冲动 那么第二次绝对是有意为之 这一次啊卡萨兰呢显得格外冷静 他报名了一个打把培训班啊 开始训练自己的这个射击水平 他还买了电锯塑料薄膜水泥啊 开始做着自己的这些准备工作 终于到了2010年的11月21日这天晚上 当卡萨兰觉得一切准备就绪后 他在深夜中爬了起来 朝着熟睡的新特伯格是拼拼拼拼拼 连发丝弹 结果了这个和他相处了两年的男友 这一次他的动作是无比的熟练了 因为担心这些红色的液体啊像第一次那样见尸房间啊 他在动手前还铺了一些塑料薄膜为了便于搬运呢他还准备了电锯 当然呢还有可以封住气味的水泥 卡萨兰熟练的完成了一切 当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呢 卡萨兰再次的躺在沙发上深深的吸力一口气 感觉到无比的轻松 武德已经失踪两年多了 什么事也没有 卡萨兰觉得呢 这一次也会一样 可是辛德伯格这人一失踪呢 他的朋友们就开始到处找他 卡萨兰没想到啊 辛德伯格跟那个举目无亲的外地人武德不一样啊 他是土生土长的奥地利人 在当地的关系复杂 于是为了排除自己的嫌疑 卡萨兰主动选择了报警 随后警方便展开了一轮调查 但名义上的调查呢也不过是走走过场 一段时间后这件事就被人给淡忘了 在解决了辛德伯格后呢 卡萨兰又和一名叫罗兰的男子好上了 不过这次的这个罗兰呢 总算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啊 两人同居没多久呢 卡萨兰终于是怀上了孩子 度过了他最幸福的一段时间 他甚至啊开始憧憬起未来的生活 不过当那两个被分解了的男人 以一种如此震惊世人的方式出现时 就注定了这卡萨兰的梦要破灭了 通过这地下室冰箱中的人体组织的调查 警方发现这是两个男人 双重谋害 警方很快就包围了冰激凌店 正好呢被外出回店的卡萨兰看到了 于是他就匆匆逃离了现场 在买通了一名清洁工后 卡萨兰顺利的拿到了自己家中的护照 当即买了逃亡巴黎的飞机票 可当他到达机场时 大批的警员已经把守在了机场各处 卡萨兰猜测自己出逃计划 应该是已经被警方发现了 于是呢他就搭了一辆出租车 匆匆的逃离了机场 兜兜转转 几天后卡萨兰总算是搭着顺风车逃到了意大利 只是呢他没想到的是 还没等他安顿下来 就被意大利的警方给抓获了 卡萨兰在意大利被抓以后 就被引渡到了奥地利监禁了起来 2011年1月11日 尚在监禁中的卡萨兰生下了一个男婴 后来呢还在监狱中和罗兰举办了婚礼 2012年11月22日 卡萨兰因双重谋害的罪名 被维也纳高等法院判处终身监禁 生下孩子后 卡萨兰后悔了自己所做的一切 还说一个母亲的儿子被夺走 那该是多么的伤心呢 不过卡萨兰的表现出这种愧疚 并没有得到精神病院医生的认可 因为医生认为卡萨兰患有严重的人格障碍 很有可能会再次行凶 或许是卡萨兰真的有了悔过之心吧 被判刑的五年后 法官认为卡萨兰由减少危险的行为表现 竟他转送到一所全是男性的精神病院 成为了该院第一名女犯人 在监狱中卡萨兰将自己的过往写成了一本回忆录 我的双重生活 用他自己的方式进行着救赎 后来呢 还有电影公司称有兴趣将其拍成电影 故事讲到这儿呢就结束了 老贺呢也想说上一句 憧憬未来的时候啊 我们的生活也许会被命运打得一团糟 但是这并不是动手伤人的理由 有的时候呢沉下心来想想 也许会有新的出路 毕竟路是人走出来的 您觉得呢 好了 您有什么想法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 记得无论何时 都要保护好自己和你的家人 祝福好人一生平安